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wordpress.org的这种方式奸战 这种方式奸战性价比很好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容易出很多小问题 主要是出现在文件上传与目录对应上 这也是很多小白的痛点 这节课详细说一下这个话题 做一个网站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这几样东西 第一wordpress自身程序包 可以从wordpress.org官网下载 第二wordpress主题包 可以购买正版然后再下载 第三主题的汉化包 这个可选 如果英文好的话可以不用汉化 这个可以购买或者是自己翻译 第四网站的主机 这个可以选国内的国外的虚拟主机 或者服务器都可以 第五ftp软件和主机的ftp权限 这个后面会讲到 第六主机自带文件上传功能 这个有最好 第二项我们要看准 而且要正确识别网站的根目录 还有主题目录 还有主题的文件夹 这三个东西如果没弄好 安装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htdocs这个目录 是网站的根目录 每个主机的根目录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找到主机的根目录 这也是网站域名的默认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有很多文件 比如网站的首页文件 是index.prp 还有三个wordpress的目录文件夹 这个目录是存放wordpress主题的目录 比如Avada主题的文件夹 或者是BE主题的文件夹 还有四个默认wordpress主题的文件夹 都在这里 这里不应该有文件 只有目录 每个目录对应着一个主题 相同的主题只能有一个 比如这里面不能有三个Avada主题目录 比如说Avada1是一个目录 Avada20个目录 Avada30个目录 想在wordpress里面安装多个Avada主题 这样极容易出错 如果想在一个主题上安装多个主题 这个方法我们在其他的教程里面有讲到过 这个目录是主题的目录 主题的目录里面文件和子目录会很多 其中这个目录是用来存放主题焊化文件的目录 这个主题目录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下载的主题包 有的是主题完整包 有的是纯粹的主题包 这个主题完整包包含了纯粹的主题包 具体看也是 这个是纯粹的主题包 那个是完整的主题包 那我们这里应该是纯粹的主题包 完整包里面除了纯粹的主题包之外 还有主题的说明文档 PSD文件等等 重点说明 主题的文件包应该是这个纯粹的文件包 它是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里面有很多的主题的文件 差不多有1600个文件 Avada主题和B1主题都有这么多 关于wordpress网站准备和目录识别的讲解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继续 咱们下节课续 小fert牆看 són